那老师我们怎么确定自己的肺部有没有这个沉淀的垃圾呢 刚才呢这个我观察了一下在座的各位 正方老师 你是最需要排毒的 我 最需要的 为什么呀 我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铁峰老师这是靠这个烟灵 吸烟的烟灵来判断的对不对 头一条就这个事 那我承认我是第一个 是吧 几十年的烟灵他摆在这呢对不对 发现问题了 莫凡你比正方老师强点也不太多 咱这里最好的是孟主 一鹤 你跟这四位表扬了 不是烟灵的问题 不是烟灵 不是烟灵的问题 是什么呢 清嗓子的频率 这你得好好给我讲讲这是为什么了 咱们做节目的时候大家看都不清嗓子 这许多这个语言工作者 在说话前清嗓子 这是很正常的反应 就没事 是为了让发出的声音更加清晰明亮 怎么说就成了这个有毒素的表现了呢 你看看你还不承认 可能大家跟王老师一样都有同样的疑惑 发声之前我清清嗓子 对吧 它能够让我们的声音很透亮很干净 但是什么样的行为导致你这样呢 因为你喉咙里是有粘液的 这个粘液刺激你 它使你感觉到一种不通畅的状态 于是你下意识的就要把它清理出去 这是本能反应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大家可以想一想 是不是有的时候你无缘无故 就得清一下嗓子 甚至你周边没有人 你也不想说话 但是你就想清理一下 因为你感觉到不是了 有的人睡前来一下 有的人吃饭之前来一下 有的人甚至上洗手间之前都得来一下 这种下意识的行为 其实就是你的身体在给你发信号 不干净 该清垃圾了 对 一次小风寒就会在肺中留下一粒种子 其实每一次感冒都会在您的肺 留下一个小小的种子 铁峰老师带来的冬瓜 到底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又能做出怎样的美食呢 不要走开 精彩继续 铁峰老师其实我有个问题 其实还有好多像 比如说孟竹 不怎么抽烟 或者干脆不抽烟 我就是不抽烟 那这还有谈 这怎么办 他也清爽了 对 这个就是我说的 久而久之 积累下来的毒 你们想一想 是不是每个人从小到大 都会感染很多次风寒 所谓的感冒感冒 对吧 对 其实每一次感冒都会在您的肺 留下一个小小的种子 这个种子可不是什么好种子 你等它积累的越多 肺的毛病就越多 排毒 路路通 越活 越轻松 为什么这么说 冬瓜就可以帮助我们 扫清其中的一条路 对 你看铁峰老师 你看 跟您做节目这么长时间 多多少少吧 就也会那么一点 你看 你看今天说冬瓜是吧 冬瓜然是白色的 对吧 中医力 就说 五色入五脏 白色入肺 肺不好吃冬瓜 没错 你看 哎呦 是不是 行啊 这家伙都学会抢词了 我说都说了 你看铁峰老师还有词吗 说的是对 那个冬瓜兑肺的好处极多 不过前面我提到了 冬瓜得看你怎么用 怎么吃 我相信大家通过这几天的观察 也发现了 以往呢 我是向大家推荐 怎么吃进去 但今天我要教大家的是 如何排出来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 说一句话 记住 排毒要走三条路 吃吃喝喝 跨大步 您这排毒方式挺好啊 有吃有喝一样 排毒三条路 第一条就肯定得吃 这也是我选择冬瓜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 因为冬瓜有个最主要的功能 叫什么 叫润 这个肺是一种非常怕燥的气管 节气变换的时候 这个气候很干燥的时候 湿度低的时候 这肺就不好了 苦日子来了 而这个时候冬瓜 它就能起作用 冬瓜在古的时候叫什么 叫地支 灵支的支 也叫水支 支啊 灵支的支啊 支也是好字啊 这个是清补滋润的好东西 中医里讲说这个冬瓜 性凉 胃 肝 肝 它有助于人体清肺排毒 所以我们在以前啊 经常被那些太医用来治什么呢 水肿 痰喘 这类的症状 听您这么一说 这个冬瓜的讲究可是真不少 它的药性呢 我是不太了解 但是有一个好处 我是了如指掌 您说说看 这个冬瓜呀 对于瘦身特别有效果 像我们这种演艺界的人士啊 都是大部分都十分在意自己的形象 为什么说大部分 我除外 我怎么在意也不行了 是吧 以前的减肥餐里 真就没少用过这个冬瓜 对 其实从营养学角度来看啊 冬瓜确实能瘦身 为什么它含有一种营养物质 叫丙醇二酸 这个东西啊 它能够非常好的抑制 我们吃进去的糖 转化为能量 我们大家都知道 人体不管吃什么 那个食物最终一定要变成糖 才能被人体吸收 吸收不了的糖放哪呀 变成脂肪 储存在皮下呀肝脏里面 而这个东西它能够抑制这个过程 而且冬瓜本身呢 它热量特别低 如果大家想跟王老师一样 追求形体健美的 都可以多吃一些 冬瓜这个东西 又能补又能顺 双向食材好东西 谢谢大家